一组电池坏了一截 是不是买一截新的抓上去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啊 没那么简单 有位朋友的李电池 他看到这儿 你看给漏页一样 他说这个应该是坏了 然后他在网上买了一截 我说多少钱买了 他说十块钱 你看正负极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我说你这个电池质量肯定不咋地 为什么呢 你看品牌都没有 并且呢非常轻 撑一下 24克 看一下这个 这是报废的啊 松下的 44.6 他这个太轻了啊 容量肯定是小 这个换电池的话 不是咱们想象那种 哪个坏了 直接换一个就行 他李电池 他讲究一个一致性 就是内阻电压要一致 不一致的话 就会造成充电和放电时候 各节电池上的电压不均衡 这有个保护板 他通过连线呢 采集各节电池上的两端电压 其中一节电池达到最高电压 或者是最低截止电压的时候 这个保护板都会停止输出 他主要是用来保护锂电池 一个电池不行 会影响整组电池 所以说这个一致性很重要 咱们用内阻仪 非别测量一下这个电池的内阻和电压 2.44 73毫 再测这个1号 0.78伏 70毫 再测3号 2伏 47欧 不是欧了 这是欧 看到了吗 47欧 就是这个啊 这个感觉露叶一样 就是它 就三节电池 你看它 这个肯定是报废 你看这70多欧 这也有点大啊 咱们先不说这个内阻 这个电压也差这么多 像这种啊 直接扔就完事 我决定把它这个保护板拿下来 我这 这个电池 电动搬售上拆下来的电池 就是我看不上的电池啊 给它装上也比它的好 当时我是捡了一个电动搬售的电池 打开里边有一个电池坏了 其他的拆开就留下了 天蓬的2200毫安时的电池 来测量一下 4.1伏 36.95毫 这个 4.1 38毫 这个 4.13 36.9 这个电压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本来想着给它做个均衡 就是并练起来冲到4.2伏 冲上电的 我看它这个也变均衡了 直接跟它装起来就OK了 5.1伏 好了组装好了 最后把这个盖上去高位胶带缠一下就可以了 咱们量一下电压 直接量着叉痛这块 12.3 它这个电池 我单独给它冲 正在冲啊 4.2伏正在冲 冲满之后 我用负载仪放一下电 看它有多少容量 我才不会超过1000毫安时 来咱们看一下最终结果 还不到500毫安时啊 402毫安时 用时48分钟